台股不只是台股 其實日本 韓國都很慘 上個禮拜五台股就跌了1000多點 說那是史上掉下來跌幅 今天跌更重 今天上午我經過 中央新聞部的時候 他們還在那邊討論說 到底是跌1300還跌130 我就隨意猴 我說跌130 怎麼跌1300 不是 1300多點 我說這還假的 這什麼個數字 沒有在1000以內的 所以結果收盤跌了1800點 最大跌幅 中場收盤也跌破2萬點 台積電跌了88塊 收815 多的時候上千 對不對 一下子等於是 一股就跌差不多200塊 台股大跌1807點 來到19831 史上最慘 警記部長說 他被罵死 警記部長說 大家要準備 這是警記循環 本來就有漲 有跌的 漲的時候你們高興 現在跌了 承受 而且還可能再跌 警記部長 他真是一個烏鴉部長 整天跟我們說要漲價 要不然就苦事 水電都要漲 大家要準備 這是警記循環的一部分 而且環境也很影響 極端氣候等等也會影響 警記等等等等 反正就隨便他講了 韓國也跌了4% 日股跌6%因為熔斷了 後來就根本不能再進行了 報告 日本最後跌了13% 韓國最後跌了8.8% 美股恐慌 台股前面備戰 短線要撤半年線 支撐看能不能撐得住了 國安基金消費開記者會 所以我想要表示要進場互盤 而且他們其實之前 都靠了很多的什麼航庫 靠了很多的八大航庫 還有他這邊講 靠八大公股證券 還有投信等等 因為投信已經連23買了 其實政府已經進去買台積電 過去的人買了一些了 也買了不少了 外資就拚命拋 外資現在用台積電去拋台積電 然後設法來領取現金 來 我們智輪會計師你怎麼看 的確在大家就知道 不管是過去蔡英文政府 以及現在賴清德總統政府 他們過去都以台股破2萬點 或是台股漲很多 作為他們執政的大內宣 當然經過剛剛大家就要了解 這兩天台股都是以破千點 做收盤的 尤其今天更是破1800點 跟郭部長報告的是說 你這次講的是跟全民的血漢錢有關 不能說準備要跌了以後 就是讓大家準備等著 因為如果你是經濟部長的一個角色 你這樣講可能看起來明天的股市 會不會又大底 這是大家非常擔心的 尤其我還記得我們的護國聲 三台積電在破千的時候 當時外資好像一開始喊 要喊到1300點 1300塊錢 台積電要一邊300塊錢 所以很多的一般的民眾都已經 很多民眾我想在呼喊之下都已經上車了 所以在這一波台股下跌的部分裡面 我相信很多的一般的散戶是受害很深 這邊我也要提醒 在過去長期以來 如果台股有像這樣子重跌的時候 基本上國安基金是應該要進來護廠 尤其當大盤如果跌超過20%的時候 應該這個國安基金應該進來護廠 我相信經濟部長 現在應該好好來想說 應該要怎麼樣讓台股可以趨於穩定 讓很多的股民不要在很大的壓力當中 那當然我也要提醒 其實像現在的股市的反應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 其實漲的時候有時候會超漲 跌的時候也會超跌 可是大家不要忘記 其實台灣跌的時候 其實是反映 台灣目前的一些經濟的環境 一些的叫我們叫灰犀牛 就是什麼叫灰犀牛 就是說很單純 就是你明明就知道 台灣的經濟狀況過去以來一直都很不好 可是台股怎麼會漲那麼多 最近我要跟大家報告 審計部的報告就已經指出了 在去年的台灣的經濟成長率 才一點多趴 是這歷年十年來以內 經濟成長率最低的時候 那台股怎麼會衝那麼高 是不是有些虛胖 大家也知道 不管是現在兩岸關係 剛剛講到很多的國際情勢問題 其實兩岸關係 最近也是非常的嚴峻 以及台灣一直以來的 這個缺電或是停電的問題 以及能源問題 未來都是台灣必須要去面對的 所以我希望郭部長 我們經濟部長 可以好好來讓我們台灣的經濟 可以穩定 股市的問題 我也希望說大家全民在投資的時候 務必要小心 我們看看情況 投資人一早開盤 一定是覺得心臟快承受不住了 今天的台股表現相對疲軟 可以看到一開盤 就以懸崖式暴跌 跌幅是超過一千七百點 最低點是來到一萬九千九百二十六點 上週五 美股四大指數收黑 市場又傳出 巴菲特減半蘋果持股 以一衝突爆發 讓週一台股開盤再震盪 一兩萬零九百八十二點開除 隨後一路走下行趨勢 一度在九點四十五分跟十點左右 灌破兩萬大關 三大全職股一路領跌 台積電早盤低點來到八百三十五元 下挫六十八塊逼近半年線 失守九百元關卡 而聯發科鴻海一度跌停 全球股災我想這個 這個大家要有準備啦 這個是景氣循環的一部分 要國人做好心理準備 因為美股大跌 台股五號大血洗 盤中一度中砂超過一千七百點 失守兩萬大關 亞洲股市也一片殘綠 上次一個證交所很罕見 下午三點的時候召開記者會 他總經理叫簡立中 說目前國內基本面看起來呢 經濟表現穩定 穩健 要密切注意 國際世界內部對台國的影響 必要的時候 鄭教授會採取各項穩定市場的措施 而且會配合主管機關 這個穩定的政策 主管機關也很注意 正在觀察情勢 鄭教授會提高警覺 以往疫情的時候 惡物戰爭的時候 市場不領先下挫到一定幅度的時候 發行面 交易面都 鄭教授都有措施 不過目前還是沒有推出 任何穩定措施 信心喊話 所以我們經濟表現 還算是穩健 來 鳳欣 我說現在其實有四大利空 伊朗這件事情還不是 這四大利空其中的一個 第一個就是美國衰退的壓力 過去這一個月的時候 其實美國的經濟數據都不好 所以包括了PMI的數字 零售銷售的一些 各個業者的這些財務報表 財務報告 然後還有包括了一些聯準銀行 地區聯準銀行 他們所做的報告 其實壓力就已經是很大了 所以上個禮拜五 美國的非農就業報告 其實那是最後一根稻草 然後壓垮 就是他覺得這個衰退 好像真的要來臨了 因為衰退 美國是全世界最大經濟體 中國的經濟已經不是很好了 你現在美國的第一大經濟體 如果出現衰退的話 全世界沒有人逃得掉的 所以你就會發現 所有的交易全部都跌 不管是股市的交易也是跌的 然後油價也是跌的 比特幣也是跌的 什麼通通都跌 只有債券價格上漲 第二個其實這件事情也很嚴峻 因為日本央行升息 日本央行升息之後 日元快速的升值 他從161塊日元才能夠買1美元 現在已經升值到142塊日元 去買1美元 你看他升值速度有多快 短短的 差不多是20個交易日而已 就已經升這麼多 可是你要知道在過去十幾年 因為日本是零利率 負利率 所以有很多人跑到日本去借錢 然後到全世界 所有的市場去投資 不是只有股市而已 比特幣市場也是投資滿多的 好 他們借低利率的錢 然後去其他地方投資 然後等到他要去還日元的時候 日元又貶值 他可以賺會差 又可以賺利差 但現在糟糕了 日元升值 然後美國剛好又碰到 科技上面的一些利空 所以這些避險基金 這些聰明錢 跑得比誰都還要來得快 這一種套利交易規模有多大 我們不知道 但是布倫布爾有做了一個調查 就是日本過去這十幾年 累積的金長賬 然後到海外去投資的金額 他估算是4兆4千億美元 當然不會全部通通都是 這種套利交易 可是就算是五分之一 那個金額也非常的驚人 所以現在大家就是那種 大家急著跑 所以你就會發現 這幾天其實出現的是 那個急著跑 因為怕跑輸 這一些對沖基金 避險基金 第三個部分 是你看到說 很多公司的大股東或者是經理人 都在賣 馬斯克 然後黃仁勳也賣 貝佐斯也在賣 然後禮拜六的時候 就是巴菲特的播客下 一公布了財報 大家嚇壞了這樣子 蘋果賣一半 他第一季已經賣17%手上的蘋果 第二季他把手上剩下來的 再賣掉一半 而且他已經連續12個交易日 去賣美國銀行的股票 所以他是普遍性的賣 他現在現金2500億美元 創歷史新高 所以如果巴菲特覺得說 太貴了 遠離 這個聰明錢就引發了 很多的模仿效應 第四個部分對台灣影響最大 那麼過去這一段期間 因為AI很強 所以只要任何一家公司 大規模的投資人工智慧 然後去買這些設備 然後市場就拍手鼓掌 然後就漲 可是過去這幾天科技公司 不管是Alphabet也好 或者是Meta也好 或者是亞馬遜也好 他們資本支出如果大幅度增加 股市就大跌 股價就大跌 投資很多 沒有收益 對 因為覺得你沒有回應 反而是Meta說 我們不會那麼大規模的投資 Meta的股價上漲了 所以大幅的投資AI這件事情 市場現在不買單 好 但是我現在要提 所以如果要止跌的話 其實至少兩個指標 就美國科技股不要再跌了 然後日元不要再升值了 這兩件事情至少要在一個禮拜之內 你沒有看到更低的低點的時候 也許就會有機會 我覺得會有 跌多了當然會有反彈 可是我想要提醒大家的是 如果科技的修正不是修正 而是泡沫破滅 如果說套利交易所引發的效應 繼續持續的話 我做過統計 今年上半年 我們的出口當中 電子半導體這些佔比 在我們出口的總個產業 已經超過六成 六成七 非常的高 過去大概只有四成多 但是因為現在傳統產業 其他都不好 我們就只著重在半導體 就說很棒很棒很棒 六成多了 萬一它出現了反轉 我們的傷害是非常非常大 而我們的因應是什麼 第二個部分是因為股市好 所以服務業的消費力道很強 大家吃喝玩樂很開心 但如果股市不好的時候 它對內需裡頭的 吃喝玩樂會產生影響 所以我剛剛提的 這兩件事情的衝擊 我不是說它一定會發生 但是這是最壞的打算 我們要做最好的準備 那麼所以這邊要跟經濟部長喊話 你不是輕描淡寫的說 一個景氣循環而已 我們大家可以去認清 這是景氣循環 但你作為經濟部長 你必須要調節景氣循環 然後不要讓大家出現恐慌 這才是經濟部長的責任